对于家里厂子的经营状况 马女士几乎一无所知 这也是她为什么要这笔教育基金的原因 她就是要逼一逼杨先生 重视她和女儿在家庭里的位置 那么这两万块教育基金 能够给马女士带来安全感吗 夫妻之间岌岌可危的信任该怎么破局 律师妙洪涛率先发言 针对问题其实这个 你们提到了就两个 第一个就是经济安全感 那根据法律规定 这个夫妻双方对夫妻的共同财产 都是享有资金权 还有平等处理权的 杨先生 你这个经营这个工厂 虽然是婚前成立的 但是你在婚后 你经营这个工厂产生这种的收益 都收益你们夫妻共同财产 那马女士她享有这个资金权 也可以要求你公开透明化 也享有平等来处理权 特别是对于重大的支出这一块 是一定要经过另一方同意的 否则就属于擅自地去毁损夫妻共同财产 我们民法典也规定了 夫妻一方擅自地隐瞒和毁损夫妻共同财产 在以后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这个擅自隐瞒毁损夫妻女装 是可以少分甚至不分财产的 那么第二个呢 关于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这一块呢 我也感受到很强烈的危机 第一个危机就是 这个咱们的杨先生用马女士的三张信用卡 进行一个套现 直接受影响就是我们的马女士 违须不还 会上我们银行的那个真心黑银单 套现信用卡本身是一种违规信用 如果说套现信用卡违须不还 恶意投资 还有可能构成我们刑法上的信用卡诈骗罪 被你判刑作牢 到时候 这个马女士是直接受牵连的 这个杨先生如果说 这个所谓共同财罪一业牵连其中 我们这个司法事件中 用很多这样的血淋淋的教训 那第二个 其实马女士呢 你感觉男方蛮防住你 但是不是你也在 质疑男方的 你很多方面都不信任 就包括关于小女儿两万教育基金的事情 其实内心就是不信任 你也害怕这段婚姻会出现这种问题 有时候这种婚姻就是相互辅助的 不应该各自防着各自 必然的话你这个婚姻呢 就越走越远 还有第二个我要跟你说一下 马女士你的沟通问题 就是老拐完抹角 为什么拐完抹角呢 有很多方面你都不直接表达 你那个混干衣服的 你注意到个细节 当时你公公把那个湿地放在那个 应该是干的衣服方面 你当时没说什么 其实当时你说出来之后 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还原了那个案件现场了 真相就是在那个地方 真相就是在那个地方